第二回合 荊棘密布 第二回合千鈞一髮 什麼意思 各位要小心我們有一點 不一樣的設計 第二回合一致開箱 請出題 Sunny 六十六天 這麼多 我印象中為什麼是二十一天啊 對 我也記得 二十一天啊 可變那麼久 二十一次吧 你們也聽過二十一天 我記得二十一天 就是要三個禮拜 對 就是一個習慣養成要二十一天 但是 但是要接到一個壞習慣 就要三年 可能他是說好習慣 好習慣又更困難 就要加三倍 三倍 有到六倍 沒有...好習慣又更難 好 更難其實 請介紹 真是的 好 通常以前我們都聽過說 養成一個習慣呢 只要二十一天的時間 當然啦 其實呢 二十一天你可能會慢慢的呢 對這個東西是有熟悉感 可是有些事情 它並不是這樣吃飯喝水 那麼的簡單 如果你要養成的這個習慣 是稍微困難一點的話 它的這個習慣養成的時間 就要再拉得更長一點 比如說你是每天都要做五十下的 這個仰臥起座 那這個習慣呢 就比較難一點嘛 那它可能至少就得花六十六天 才能夠建立起來 請選擇 八樓之一 八樓之一 好不好 我快懷疑你是在躲雨的你知道嗎 來 吹冷氣的 不是 我是 我是 來 請出下一題 各國的告白方式 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啊 像是摩洛哥的 伊米勒西勒地區 他告白的時候會說 你已經躲走了我的肺 還是敢來表達愛意 請搶答 林彩馨 我覺得是肺 因為我覺得我不能呼吸了 你躲走了我的呼吸了 然後不同 肝有這種 我不能排毒了 有種很怪 應該是不能呼吸才對吧 因為肝的功能是排毒啊 你躲走了排毒功能 你是我的小心肝 那你躲走我的肝 我覺得那是比較 中文裡面會這樣講 因為你好像在英文的文化裡 不會說You are my liver 這樣很怪 Tay my breath away 對 我覺得那是呼吸 請就講 講得滿好 其實妳講得滿好的 好 摩洛哥 為什麼會有這麼特別的一個 告白的方式 其實他們的告白 並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能夠告白 通常未婚男女 是不能夠隨便任意搭訕的 只有在每年的九月 在這個婚禮慶典當中 男生喜歡這個女生很久的時候 才能夠鼓起勇氣 去說出她的愛意 那如果這個女生 他也想答應她的話 就可以跟她說 你已經奪走了我的肝 因為他們認為肝是一個 管理我們的消化功能 還有我們整體身體健康 是一些相關的一個器官 所以如果我的肝 在你那邊的話 代表我認為 你跟我未來的幸福大有關聯 對啊 看到沒有這個說法 對 當地就有一個說法說 我哪好 您先去採血 對 聽過嗎 對 耳熟 耳熟 當地有講台語就對了 我剛剛聽得出來 我聽得懂 我哪好就好了 好 來 請出下一題 雞肉 muscle 上被人當成是 另於美的象徵 但是拉丁武人的原意 其實它是小老鼠 還是小兔子 請請答 S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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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頭髮的 好準喔 來 應該是小老鼠吧 像我們二頭肌不是 有時候會叫老鼠肌 這樣 請接腳 真是的 好 為什麼呢 它要把 muscle叫做老鼠呢 因為當我們把這個 公二頭肌給舉起來的時候 它的形狀呢 看起來就像是有一隻小老鼠 而且隨著呢 你這個肌肉在用力的樣子 也看起來就像小老鼠在裡面動 其實選擇 七樓之三 火力好旺喔 開箱 火通 可以啊 酒尖 你可不可以教一下那個 這王顯瑜怎麼按的人 我在測試一次喔 我在測試一次 他那是不是壞了 來喔 請 祝在地 最常被應用來 克服恐懼的心理學方法 是暴露療法 還是認知行為療法 請搶答 真的 劉宥彤 應該是認知行為療法吧 有聽過布魯療法嗎 我也沒聽過 但是因為我 以前那個 我們家小孩 他曾經覺得有那個 恐懼症的時候 所以他會一直覺得說 好像家裡什麼地方會失火 他就在一直看那個新聞說 走火會引起火災 他就很害怕 結果我就帶他去做 心理諮商的時候 事實上那個諮商師 就問他說 你知道有 每天有多少會發生 像你想像的那樣的事情 結果他想一想就覺得說 好像沒有 後來他就這樣克服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認知的關係 就是你是不是有認知 改變了認知 王老師也有什麼意思 我想補充 我其實猜得不一樣 你是暴露療法 那暴露療法是什麼 暴露是說假設我今天很怕蛇 那我今天就給你畫一條線 你會怕嗎 不會 那這個加兩個眼睛嗎 不會 如果加個鈴霏 那開始有點怕了 逐步去一點一滴的暴露 讓你減少你對他的 是類似培養抗體的感覺 我猜 我亂猜的 我覺得你比較有道理 但你又可能就砸鍋了 你又為什麼會在這時候 補充這個說法 因為我想說 我今天都沒有太沒有參與感 不如 不如 老師 來做一個補充說明的講解 對 要補充說明的話 你要不要去換個洋裝在這裡 對不起 好 我試試看 我夾一夾也是有的 那我還是比你大 我覺得還是 不要跟我認真 很熟一點 認知行為療法 請你介紹 真的是暴露療法 好 要跟大家說 什麼是暴露療法 就是你本來對這件事情 非常的害怕 所以我就故意讓你的 一直不斷地接觸這樣的一個情境 那因為你一直不斷地接觸 你會從一剛開始 憂慮 恐懼 不舒服 慢慢你會逐漸地習慣 那當你在習慣它以後 你就會發現 自己好像有一些力量 能夠去對抗它了 那永遠就不會想到這件事情 它就只連結到 我好害怕 我做不到 而是你會逐漸慢慢地從習慣以後 在看到這件事情 你的安心感會變多 所以久而久之 你就可以淡化你的恐懼 那我們可以組合嗎 就我按它打 你可以成熟一點 不然我們兩個有參與感嗎 我們這邊開張的 跟那邊比起來有點 我們這邊要有參與感 我按它打 因為你們這邊 剛好有一個護國神在那裡 打住 負的一個打 你讓這個變成東西 你跟細部兩邊分辨很好 都發展就不一樣 很難發展 我們這邊 對不起 對不起 怪別人比較怪 請出下一題 出現太陽雨的時候 各國都會有 動物取親的有趣傳說 但是希臘的傳說 則是農夫還是窮人要取親 請搶答 誰 按得到 按得到 動物取親 則是 窮人取親 出太陽雨的時候 是窮人取親 為什麼 烏羅沛蒙連夜雨的感覺 沒有 因為我在想說 我已經夠倒楣了 我現在娶個老婆 還下雨就沒有 什麼意思啊 沒有 我是覺得說 太陽雨就很棒嘛 就是有太陽又有雨 那一般窮人 娶不到老婆的時候 就靠這種特別 天賜意象的時候 就可以娶老婆 我只是這樣想的 請揭曉 很漂亮 好 可以看到 其實各地在下太陽雨 我們都會覺得 好像是某一種動物要取親 像是在日本 他就說是狐狸要取親 在法國則是狼要結婚 肯亞的話是猴子 那如果是韓國的話 則是這個狐狸 所以其實在每個國家 都有自己不一樣的一個 這個習俗 那我們剛剛看到 這就是窮人要取親 就是窮人要結婚 對 來 請選擇 七樓之四 七樓之四 開箱 五 妳看 剛剛林閃心在忙什麼 妳一把就超過她 妳看 忙什麼呢 對不對 一把就超過了 反正剛好 反正王顯瑜跟那個梁酸 也不會玩對不對 他們也不會猜 那你們兩個手收拾一下好不好 好 家伍還有多一點機會 對 請出下一題 膚質過敏的人 通常跟腸胃異菌太少還是太小 就接近膚質產品是有關係 請搶答 有用頭好準喔 來 說話 我覺得應該是 腸胃異菌太少 如果腸胃異菌太少的話 它可能不只是膚質過敏 好像是耶 因為我所知道的一個說法 我覺得滿有道理的就是 過敏就是因為 妳的身體的負荷超過那個量 但是我也認識很多 它從來都沒有在 跟什麼膚質有關的 但是它就是後來去測 也就是膚質過 腸胃異菌太少 是嗎 請揭曉 不好意思 我又答對了 好 膚質它其實裡面 就存在著很多種不一樣的蛋白質 可能它有這個麥菇蛋白 還有純融蛋白等等之類的 那它本來就比較容易會引起過敏 那如果一個小朋友 她的這個爸媽 本來就有膚質過敏的體質 當然它也比較容易會過敏 但是其實我們之前也有提到 會過敏有可能是 你吃一個東西吃得太大量 所以你的身體會產生 這樣的一個反應 那這個小朋友 他如果還未滿三個月 你就讓他先去接觸了膚質的產品 也比較容易會造成她未來 有膚質過敏的體質 請出下一題 一般而言 偵查中羈押最長 能夠羈押兩個月還是三個月 請請答 沒想到 我竟然放在家 梁舒涵講到我 梁舒涵 這麼難弄這個 應該是三個月吧 偵查中的羈押 三個月很久喔 三個月等於快一百天耶 請接觸 請接觸 我就不記得了 好 如果你要擠壓這個被告 他倘若是在偵查中的話 最多就是不能夠超過兩個月 但如果是審判中的話 才是不能夠超過三個月 審判中了 有差喔 小限定 請出 下一題 在奧運長久的歷史當中 只有一次加入成為比賽項目的 是手槍對決 還是氣挺競賽 請搶答 你 Sunny 手槍對決吧 我也猜這個 你覺得氣挺競賽太普通了 手槍對決比較特別吧 不是特別的問題 那是對決完了以後 人就走了啊 對 有一個比賽 那比賽一次少一個選手 比賽一次少一次 好恐怖喔 這個是什麼比賽 憂鬱遊戲 對 猶豫遊戲 對 可能換你了 起這腳 好 氣挺競賽喔 他的這個舉辦呢 其實非常非常久以前了 一九零八年 那個時候呢 舉辦了這個氣挺競賽 但是發現受到天后的影響 實在是太嚴重了 因為呢 在這個賽事當中有六場 都因為天氣的問題 沒有辦法舉辦 那另外有三場呢 好不容易舉辦 但是只有一位選手到達終點 現在這麼困難 而且也沒有什麼比賽的觀賞性 所以索性就取消掉了 那這個手槍對決呢 只舉辦了兩次 而且呢 並不是兩個人真的拿著手槍互打喔 他呢 其實是要對著一個人型人質的看板 然後用蠟子的這個子彈 來進行射擊 所以也只辦了兩次 來 請出下一題 世界上第一座 超過一百層樓的建築檔樓 是馬來西亞的雙峰塔 黑市美國帝國大廈 請搶答 梁蘇涵 一定要答對 拜託你答對好不好 美國帝國大廈 他笑了 他笑了 公務人笑出來 請介紹 真的耶 好棒喔 漂亮喔 好棒喔 好帝國大廈是在1931年的時候 落成的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他的高有三百八十一米 一百零三層 所以呢 帝國大廈呢 也是第一個擁有超過一百層的 超級高樓 恭喜喔 來 開張 六樓之二 六樓之二 開張 好棒喔 第二名了 他把我起來變第三名了 第四名了 第一名是他 好刺激喔 好強喔 小月兒我看就算了吧 好不好 我真的就 跟他一樣 我們兩個就 來投雨的啊 算啊 我覺得他們拚得好過癮喔 一萬五 最少都有一萬五耶 來拚一下喔 來拚一下喔 十三秒會有變數喔 還有變數嗎 有吧 來 請出這裡 鴕鳥心態 常常被用來形容 一種逃避的心態 但其實啊 他們把頭埋進土裡 是為了要尋找食物 還是要聆聽聲音 請搶答 王鮮魚 你搶什麼 我在這裡 要感謝我的小學老師 不是 我都沒有搶了 先生 我早都掛了這了 你不早要參與一下吧 我來 他要參與 他搶到的最後一題 我們也沒有下一題了 他搶到就意味著 你們全部都沒機會了 昨天三個全掛 你變第二名 我第二名 除非他弄到一個兩萬二 所以你倒閉 有三萬嗎 沒有 這回沒有 以我的運氣 我就會拿到陷阱 Anyway 我猜是尋找食物 我覺得是 鴕鳥在土裡找什麼食物啊 我以前在做節目的時候 我曾經為了這個 訪問過一個養鴕鳥的人 他說鴕鳥心態 真的是一個誤用 因為鴕鳥 它的腳非常強健 它要嘛可以落跑 它要嘛可以踢死敵人 它絕對不會 把頭埋在鴕裡面躲避 就是確定不是躲避 對 那就是那大家以而成而的毋用 那我不認為鴕鳥 如果是聆聽聲音的話 耳朵可能會長得更大一點 我覺得尋找食物 我目前覺得應該是 比較有可能的選項 那可能就是因為耳朵小 所以要塞進地底下 你知道嗎 對 也是有 對 也合理 請揭曉 好 其實聽到聲音 有時候透過這個固體的傳播 它是會更快的 所以其實它把這個 耳朵埋進土裡 它是更可以快速地聽到 遠處的這個敵人 他們可能正在踩踏的聲響 它才能夠盡速逃離現場 而且它的跑步速度高達80公里 真的比一些汽車還快喔 謝謝你的參與 謝謝 我不知道整件事情 沒什麼 沒什麼懸念 是 我覺得你幹得好 你幹得好 我覺得你幹得好 本來那個 我希望那個喔 我就這樣子好了好不好 那就劉又彤好不好 三點好不好 好 進入我們的冠軍成果賽 全新賽事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的快點來訂閱